一分鐘學會 用PPT製作 電影及開場動畫效果 首先 新建一頁幻能篇 打開SI的插件圖片庫 選擇一張合適的圖片 點擊下載 調整圖片大小並裁切 使圖片平鋪整個頁面 在頁面插入文字 打開形狀格式選項 將文字顏色填充 改為從白色到透明的漸變 調整漸變光圈 與文字漸變角度 使文字與圖片完全中和 完成所有文字的效果製作 框選所有元素組合 然後複製 新建一頁幻能篇 鼠標右鍵 將其粘貼為圖片 接下來 在頁面繪製一個矩形 將顏色改為黑色 然後插入文本框 輸入文字 先選中形狀 再選中文字 打開islet插件設計工具 在矢量分類中找到剪除 將圖形製作出文字 漏空的效果 並且將圖形的透明度 調整到30% 選中形狀 點擊添加動畫 選擇強調動畫中的放大與縮小 打開動畫窗格 將放大數值 調整到300% 回車確定 同時 將動畫持續時間更改為1.25秒 動畫開始時間 設置為與上餘動畫同時開始 再次選擇添加動畫 選擇退出動畫中的淡畫退出效果 將時間更改為1.25秒 動畫開始時間 設置為與上餘動畫同時開始 適當放大底部背景圖片 並將其與幻能篇中心對齊 接下來為其添加強調動畫中的放大與縮小 將放大數值更改為80% 點擊確定 同時將動畫持續時間更改為1.25秒 動畫從上一項自動開始 最後為其他標題文字添加動畫效果 將動畫持續時間設置為1.25秒 動畫選擇從上一項自動開始 延遲時間設置為0.3秒 這樣一頁電影集的PPT開場動畫效果 就製作完成了 怎麼樣?你學會了嗎? 我是大江 關注我 學習更多PPT製作技巧